突然一下闲下来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很惋惜 就是让我很感动 实际上我跟我先生认为 这都是身外之物 没有了就没有了 留的是青山寨 是不怕没拆烧的 然后大概一个星期吧 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员工闲着 我们应该早点什么事情去做 然后才开始说 策划和了解 布达佩斯关于餐饮业的一些事情 其实当时对布达佩斯 还不是特别的了解 我们就是在做最笨的方法 现在网上看有哪些 店面是要出租的 转让的 在网上看了很多 收集了很多的资料 然后呢 就是联系这个中介 或者是房东 我们就不停地看这些 要出租的这些店面 看了很多 在闲暇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约到 就是合适的店面的时候 我们会在市中心 就像我跟我先生称的 就叫扫街 就是一条街一条街去看 一个店铺一个店铺挨着去找 用最笨的方法 然后您又定位 定位到 这个金卫考证和其他餐馆 您是怎样衡量 未来在餐饮宴的读书一致 首先金运这个牌子 是我跟我先生以前在乌克兰创立的 然后在乌克兰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 金运这个牌子在乌克兰做的主要是 北京烤鸭和这个 我们是铜火锅和北京烤鸭 就是起源的在乌克兰 然后非常的受欢迎 随着我们乌克兰店面的升级呢 我们这个铜火锅又改成了一人一味的小火锅 因为当时正好又面临疫情 我觉得这样更安全更卫生一些 我跟我先生认为就是说 金菜是由卤菜发源来的 然后正好我们又是山东人 我们所有的厨师 我们的师傅也都是山东人 比较擅长做卤菜 考虑到布达佩斯这个现状 其实我们其实有很多擅长的领域可以做 但是我们愿意避开现有的中餐厅的一些模式 或者是菜系 就是做一个跟他们就是有区别性的一个菜 就想到了这个老北京烤肉 你有什么样的信心能力 想在匈牙利把您的经营独树一致做占据 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是在餐饮业 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工作经验了 他对这个餐饮这方面了解颇深 也有很多年的经验 然后我对他非常有信心 其实我认为布达佩斯的这个餐饮业 其实比较发达 中餐这个领域呢 也比较丰富 本身这个布达佩斯也是以旅游为主 除了本地的居民 本地的华人 也有很多的游客 我在想如果说我们做的 我们本身就擅长中餐 我们又做一个跟本地的中餐 有所区别的一个类品 一个品类 我觉得是会比较有发展的空间 未来您还打算回乌克兰呢 还是在匈牙利第二方面发展 怎么说呢 我从2001年就到了乌克兰 应该说乌克兰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在乌克兰已经生活了很多很多年 已经非常的习惯了 其实那是我的家 如果战事平稳了 我可能会乌克兰和匈牙利两地的去兼顾 您来到匈牙利之后 肯定有很多人向您身处援助之手 都有哪些人向您帮助 做了哪些事情 需要感谢的人很多 布达佩斯的吴江大哥 罗成 罗老板 浩东哥 刘超超哥 乐乐 还有小熊 世诗 信哲 坚哥 利哥 还有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 还有当然匈牙利华人的好几个商会 都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和支持 还有利沃夫的拉娜 还有邱哥 一路上开车辛苦了 当然还有一路上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认识的不认识的 多亏了他们 我们才能够这么一路的顺利安全 您认为 匈牙利的经商环境和华人的生活环境 有什么有什么看法 我去了比较多的国家 然后我认为 布达佩斯 匈牙利算是一个比较经商环境比较稳定 治安比较稳定 然后对华人态度比较友好的一个国家 就是让华人在这儿没有感觉受到欺负 或者是说没有让华人感觉就是 有很多背井离乡的感觉 就有一点就是 有一点就是 像自己的家 自己做主人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心态非常的平和 我希望我当然希望和平 我希望这个战争早一点结束 能够给 不管是华人 还是给当地的居民 一个希望生息的一个机会 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一个稳定的一个整体的环境 能够安心的让大家去发展经济走 谁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生活多年的家园 谁也不愿意背井离乡 我们希望生活在海外的华人 都能够安居乐业 都能够享受和平 我们希望战争早日结束 我们也祝愿京运餐馆 两位从乌克兰过来的同胞 能够在这里安心的生活 努力的创业 再一次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谢谢好多 也祝福你们生意兴隆 也祝福你们家庭幸福团圆 谢谢大家观看再见 谢谢拜拜